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接着来装这个发动机 昨天把这个缸盖 还有下边这个油底壳上个都扣上去了 这边这个水泵也装上去了 下边那个机油散热器那一套 也可以装了 也都洗干净了 说一下这个车为什么进度这么慢 其实很多干过这个行业的同行应该猜到了 丢东西了 丢了什么东西 丢这个平行轴上面的绿碗 一共有六个 一个上面三个 就是这个小东西 我们是不是在清洗的时候丢了一个 一直在等这个东西 昨天前天丢的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轴不能装 看一下后边 这边这个油风也都装上了 开始接着装 我昨天在这装的时候说了一下这个大瓦盖说了两句 说拧得越紧它越松 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家千万不要被我误导了 我是想起来我以前刚学习 刚接触这个瓦盖的时候 然后换了新瓦 然后套上去之后 没拧螺丝 那个轴转不动 这个东西它要把那个螺丝拧紧 拧到标准的扭矩之后 那个瓦 那个轴才能转得动 然后才能看那个尖隙 就是突然想起来 自己学图的时候 跟大家提了一句 这个还是要拧到那个标准的扭矩 看那个 看尖隙就行了 我现在在装这个图轮轴 这边这个眼是这个VVT轮的油道 我发现但是它这个油道 油道过来之后 这两个是通的 但是它旁边这边 旁边这边还有两个槽 这不就泄压了吗 这我拆的时候也没记得 这有胶 这应该是没打着胶 这个东西难道是润滑这个图轮轴 这这个瓦的吗 别的它别的这个瓦 瓦上面都有这个油道 就这个上面没有 它这个 它这个槽过来之后 就到了这个边上了 从这边下去 可能是润滑这个面 应该是润滑这个图轮轴 这边这个面的 拆的时候没见着打胶 这就还不给它打了 应该就是没错 还给它装上去 我现在把这个正式链条也都装好了 这个油泵给它拆开了 洗了洗 这个油泵 这个后边这个极绿器上面很脏 好多那个胶 就是密封胶 都给它拆开 洗了洗 准备开始扣这个链条壳 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成果 今天把它穿的差不多了 可以 可以往上叼了 可以弄什么了 可以装变速箱了 今天下午我们有师傅没在啊 就我一个人那个变速箱装不上 今天下午先不装了 明天把那个变速箱怼上去 还有后边这个增压器没装 装上增压器 怼上变速箱就可以往上叼了 后边这个飞轮的螺丝 前面皮带螺的螺丝都还没紧 这个得有一个人背着这个尺 我才能紧 有好多网友说这个 烧机油是这个这个漆门石盖的事 上面因为上面有这个废气阀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有好多车 我们这那个客户开用这款 4C20发动机挺多的 好多车也也换过 基本上每个不说每个车都换过 有好多车都换过这个漆门石盖 它原车的是个塑料的 它这个车是换成捋成这个铝的了 改进款的了 还是不行 还是烧机油烧的厉害 所以才拆下来大修的 有的车反映换上这个东西之后 明天再装 今天下班了 拜拜 CIA刘们 冷级 刚才 晋诊